大家好,欢迎来到关系攻略,今天带给你的专题是高考季立即把握住身边优秀的年轻人 我在亲戚家的孩子长大了,快送他们去和亲吧里曾经告诉你 要把握住亲戚朋友中那些优秀的年轻人 而高考正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帮你筛选家族里的优秀的年轻人 今天的专题就带你复习一下,如何和这些年轻人一起跑得更快 一,在父母配偶的大家族里,有几个后辈在参加高考 他们的水平如何,是否需要实习的机会,性格特点如何 给这些年轻人根据智力和情商打个分排序 二,在你列表头几名优秀年轻人的联系方式 想办法要到手,跟他们保持联系 主动去跟晚辈的年轻人聊天,把对方的力量化为挤用 三,多听取这些年轻人的困惑,帮他们参谋 生活上给他们一些关心和关怀 日子久了,他们遇到大事的时候会来找你商量 四,为什么要把握住身边的年轻人 我们都有无法冲锋在前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需要年轻人呢 我们也有可能有自己的队伍 那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优秀的年轻人 五,不要担心这个队伍会变成家族企业 说什么亲切的孩子不好管 别忘记,你可以和你的朋友熟人交换培养这些年轻人 互相做对方亲友的师傅也是一种结盟的方式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职场和亲 六,你家族里最优秀的年轻人可能早早被父母安排了出路 挑选你能hold住的人选吧 那些父母一般孩子特别优秀的家庭 尤其需要你的帮助,他们有大好前程 七,你的年轻人排序要每年更新 年轻人哪年进入实习期,哪年进入工作季都要和年轻人聊一下 他们进入实习季或工作季的时候 也就是你进行职场和亲的时候了 八,和亲对象就是你身上一个新行业的触手 你会逐渐认识这个行业的很多人 如果你不在你出生的城市打拼 这就是你布置各种关系网的开始 九,当你开始把这些年轻人当作一种资源来开发和经营的时候 你对待家族职业和人生的态度都会变得不同 你开始研究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 替别人着想,而且年轻的人们开始看着你 你会变得无法怠惰 再帮你复习一下这篇文章后面的小故事 曹操有曹仁曹洪曹张曹修 姓夏侯的人其实也是他的亲戚 孙策有孙权 刘备啥亲戚都没有 但他认了两个兄弟 一个叫关羽 一个叫张飞 这就是你为什么在优秀的年轻人身上做功课 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人 给他提供他目前需要的帮助 这件事一定值 好了 以上就是关系攻略今天的专题